那我現在講一下這個太季拳 隨身的物體 前天我們有用籃球嘛 籃球來表示這個歷史 而萬一遇到狀況的時候 遇到刀子 那 沒有學過武的人 他就身邊的東西都不能用 那如果他剛好有一個 這個 過年呢 人家送的這個 月曆的這個點軸對不對 那個點軸不是點起來的吧 或者有雨傘對不對 他就可以用了 如果陳警官刺過來 我用這個去擋他的手造刺 為什麼 因為這個不會造成傷害 而且這個不會造成傷害 或者他刺過來 不知道,要造成伤害 但有一个概念是 他刺过来 我往他脑袋上 一指 一般人会怎样 因为这个眼睛是很脆弱 但相对速度 他来得很快 他就来不及退 因为相对速度弱 他就碰到眼睛的身上 或者要不然他就吓一下 往后咬 这个就是食肢 再来一架 往后咬我就啪 我刚刚不小心踩到他脚了 这就是武术的这个腹 其实我并不是故意踩他脚 因为这个食肢就抽了 但我抽呢 把吃过来 我这一指 我绝对不会往这边抽 我找往这边抽的话 来我往这边抽 他还不是吃我 因为他不怕动物 没有威胁性 没有威胁性 他说的 可是我会往这边抽 来 我再 我就 我就 我就抽他脑袋 对不对 你看他 这个 这个如果被抽到脑袋 你怕不怕 这一架就出来 这一架就出来 这一架就是这个 一架很轻的东西 不是不是分 就是这个 你说一杉 那个 拐杖 他脑袋要来 这个是全做 你拿到 你脑袋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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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用手会脑袋 没有 你脑袋来 我脑袋 是脑袋 对 我是这样 没效 对不 你再来 我这样就没效 对不 你來,你這樣會嚇一跳,對嗎? 你會嚇一跳 對,你再來一次 我如果這樣,你會撞到啊 你再來,我如果這樣啊,不是啊 這樣有了解嗎? 再用一跳,再來 這樣你會嚇到嗎? 這樣嚇到嗎? 我就像你講這個 嚇一跳 對,這個是有一個 你什麼東西,雨傘不是有一個尖尖的嗎? 你千萬不能這樣 你就要這樣去 嚇一跳 嚇一跳,嚇一跳,不可以嚇一跳 好